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2月18日 阿特兰大马道攻城 周六晚上,一甲赛场上演一场较量 阿特兰大将在主场迎战罗马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阿特兰大最近在联赛表现非常出色 已经获得连续6场胜利 尤其是进攻端火力十足 金扑看好阿特兰大继续获得3分 阿特兰大最近在一甲的发挥非常出色 凭借最近的一波6连胜 在联赛积分榜上逐步攀升至第三位 相距米兰双雄分别是1分和3分 正对联赛投名发起冲击 虽然在欧关联遗憾出局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阿特兰大在联赛当中的表现 在最近6场联赛保持全部胜利 期间合计攻入了17球之多 军场攻入2.83球 这比本赛季平均入球水准高出不少 也正因进攻表现提升令阿特兰大排名上升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最近这段时间 杜恩 古普美拿斯等攻击手的状态增加 其中杜恩 古普美拿斯过去三轮联赛攻入了2球 他的冒起也是阿特兰大进攻端火力密集的缩影 崇尚进攻的阿特兰 大依靠非常多出色的攻击手在欧洲足台声明确起 此外 阿特兰大近7次面对罗马的比赛 都能保持不败 并且包括了4场胜利 可谓心理优势巨大 阿特兰大金杖坐镇主场期待冲击一甲7连胜 阵容方面 后卫鲁冰高心思应商避战 罗马最近的表现颇为飘忽 此前在一甲联赛遭遇了一波两连败 球队 先后不敌伯洛尼亚和国际米兰 这两场比赛罗马都无法取得入球 而随后在欧协联对阵索菲亚中央取得3比2的艰苦胜利 回到一甲赛场 罗马依靠基斯史摩宁和罗扎 一兵尼斯二位带刀士为携手攻入二球 虽然罗马近期重返胜轨 但他们飘忽的进攻表现实在令人担忧 球队前场攻击和新罗伦 素伯利坚尼持续缺阵令罗马在进攻端失去主心骨 而2号射手谭美艾巴 显已经在过去三轮一甲无法取得入球 整体进攻表现不佳罗马的竞争力 拿基恩则被罚停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